這裡有三磅多的雞翼 六十多元 坦白說好就吃一隻雞 開始滾了 我們就要放雞翼下去 如果太滾太誇張 這些瑞士雞翼又嫩滑又入味 就是這樣做 竅門就是要焗的 要浸的 雞翼就是這樣做 我是月豬 大家好 剛剛去凍房買雞翼 晨早去買的雞翼 特別好些 我拿回來買很多東西 雪已經融融了 你看看多漂亮 大大隻 半隻手掌這麼大 這個是19.5磅 給大家看看 我今天買了3.15磅 61.4磅 其實雞翼我做過很多 是做過這個豉油雞翼 豉油雞翼 豉油雞翼 我買過幾萬元讚的 今天就做這個 瑞士醬雞翼 瑞士醬雞翼 和豉油醬雞翼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它更加適色 顏色特別漂亮 味道很簡單 所以我用最簡單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 因為今天有人回來吃飯 買三磅 它才夠吃 否則兩磅都不夠 很簡單 馬上做給大家看 首先也是清水解凍 清水解凍 什麼都不用加 不用加鹽 拿去 待會解凍 平乾水 先找鹽拿 這樣才可以剔除它的腥味 雪味 和入少許鹽味 雞翼完全解凍 我們要倒清水 盡量不要漏水 然後也是用鹽拿去 這次拿去最大的目的 就是去除腥味和雪味 一個湯匙 但是又這樣 又不用去醃太久 五分鐘就可以了 其實去一下腥味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用瑞士醬 好像滷水一樣 因為浸泡的味道 都很濃烈 所以不用它本身太鹹 幾分鐘就可以了 這樣拿去五分鐘左右 好 這樣拿去五分鐘 讓它去除腥味和雪味 就可以沖乾淨水了 好了 用鹽拿去五分鐘 不要拿太久 待會因為有瑞士醬 現在就沖洗乾淨 這個過程 看看血水 看看血水 多少 好了 現在逐隻逐隻 有毛就拔毛 這些雞翼 可以了 逐隻逐隻清潔乾淨 然後把血水拿出來 然後讓它停水 這個就不用再用吸水紙了 因為待會是浸 我們不用醃它 如果要醃的話 要吸水紙吸乾它 每隻都是這樣 把血水拿出來就可以了 OK 洗乾淨之後 待會再跟大家說 停水之餘 我們現在要用瑞士醬 倒進去煲 放一瓶 混合一瓶半水 很濃稠 它和豉油雞汁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它較為深色 和較為濃烈的 我們把一瓶半的水 混合一瓶半的水 這個是我有過濾氣的 即是這個就這樣喝 挺正的 現在一瓶 混合一混合它 不要直接煮 如果不混合水 很濃稠很快會焦 一瓶半 告訴大家 這個瑞士醬不要再加糖 它本身是較為甜 好 現在先拿來煮沸 好 現在煮沸 看著 這些醬汁一滾 好像火山爆發 小心點 好 看著 一滾我們就可以下雞翼了 好 現在開始滾 開始滾 看著 我們就要放雞翼下去 看著它彈上來 如果太滾很誇張 這些瑞士雞翼 現在一路煮它 就叫做煮雞翼 但我們是浸雞翼的 浸雞翼 所以放好之後 我們要關火 剛才一瓶半的水 即是一瓶汁 就會乾滿了 所以你用煮的 都要小心點 這樣拋一下 好 不要理會它 現在就關火 關火 對了 關火 先滾它 用滾水去浸 不是著火 一著火就煮得它 融融爛爛爛 蓋不蓋蓋都可以 如果蓋蓋 就蓋靜一點 蓋靜一點 浸它半個小時以上 接著一煮滾 就是做好了 好了 轉頭半個小時後 再跟大家說 就是這樣打開 浸了半個小時 不過那些人還未回來 還未回來 你看到這些味道 還未上色 我們按一按下去 其實浸多久都沒有問題 因為不是煮著 你看有些 底色多漂亮 所以浸久一點也不要緊 其實可以浸到 回來吃飯 打著火就可以了 現在我再要浸一會兒 我把這些面喉的 按下去 讓它浸久一點 其實這些雞翼浸多久 沒問題 因為是冷的 這些水慢慢慢慢的 攤動了 這些雞翼是很嫩滑的 還未熟的 要記住 不要以為現在可以吃 油它再浸 讓我的油回來 我立即打著火 給大家看 浸了一個小時 它們終於回來了 大家可以這樣扭一下 雞翼未熟 但上色 入味 這個正 現在就開大火 要開大火 要開大火 要看著這鍋 瑞士汁滾舌 這是我經驗之譚 經驗之譚 現在的雞翼是生的 是未熟透的 但肉是爽的 怎樣的呢 其實等它一滾了之後 就關火 焗多5分鐘 就已經可以上碟了 這些又嫩滑又入味 就是這樣做 竅門就是要焗的 要浸的 雞翼就是這樣做 滾一下醬汁 大家看到了 最後程序 最後程序就是 蓋蓋關火 不要讓它起到泡 否則雞翼爛就不好了 蓋蓋關火 好 這樣焗它5分鐘 就可以上碟了 好 待會上碟拿出來 再跟大家說 焗了5分鐘 大家看看 好香 你看這些煙 坦白說 入味 又剛剛好熟 你不用擔心不熟 這隻雞翼 這次很大隻 多漂亮 嘩 我現在排好它 拿出去 再跟大家說 OK 我慢慢排了 待會再拿出去 再跟大家說 來了來了來了 嘩 震一下 你看 嘩 多漂亮 嘩 這隻雞翼 六十多元 坦白說 吃雞翼 煮 真的煮五分鐘 浸 浸 就浸了一個小時 因為有個特點 瑞士 撿雞翼 是比較甜 而且顏色是深色 而且這樣浸出來的瑞士雞翼 是滑的 要跟大家說 有時候 很多時候 朋友不太懂浸 又過腦 開了大火 煮它 肉硬 剛才我排雞翼 就說 哪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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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漂亮 這個 瑞士雞翼 讓我試一隻 讓大家看看 讓我試一隻 讓大家看看 拿旁邊的那隻 不要太混亂了 不好意思 你看看 多漂亮 讓我試一試 好味 你看看 你看看 雞肉滑到 喂 你看看 雞肉滑到 真的漂亮 坦白說 又剛剛好 還是滑的 要讓大家看看 雞肉滑 是怎樣滑 看到嗎 其實你感受到 也是 人家的鞋子 是乾身的 如果你煮得久 但它已經熟透了 看到雞骨 雞骨 雞骨有很多時候 浸這些 你們不夠時間 它就紅薄薄的 嘩 這個好吃 讓我試一試 讓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嘩 有雞骨就是這樣 這裡還有肉 嘩 嘩 先吃肉 你看看 多綺麗 這個瑞士雞翼 就用這個方法做 沒差 瑞士雞翼的重點 市面上幾隻大牌子的瑞士醬 已經加入了一般的料頭 以製成 包括了薑蔥蒜 蔥頭花椒八角 及色素等等 沒有需要再加以上的材料 和老抽的 上雞翼 嫩滑入味 又保證熟透 首先要煮滾的汁 關火 要疏氣浸去30分鐘以上 之後再次煮滾的汁 蓋蓋關火 焗5分鐘 雞翼又嫩又滑又熟透 這樣就完美了 再次煮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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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煮滾